臺美貿易協議 我們是不是依賴貿易的國家 我們是不是依賴貿易的國家 當然是 當然是 我們是前二次大的貿易國 那基本上呢 這個 我們最重要的經貿政策目標 在您的任內 您推動的是什麼 我想我們最重要的這個 經貿的目標呢 就是能夠跟我們 理念相同的國家來增進我們在貿易上的交流 這本的報告第二你們寫得很清楚 你剛有念過了 你說台灣願意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 作為最重要的經貿政策目標 沒錯 沒有錯 所以這個代表的就是說 民進黨政府還有現在你的內閣團隊 支持的是自由貿易對不對 是 沒錯 支持的是經貿全球化 沒錯吧 這是你們立場 對 沒錯吧 那我請教院長 這個張忠謀前陣子講過 他說全球化已經死掉了 然後最近他演講他說 我們要重新定義全球化 這個你認不認同 我想張忠謀先生在講的就是說 現在因為這個全球供應鏈 已經有所改變跟重組 院長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來聽一下他講的 他說我們先不要講全球化 我們先講國家安全 現今全球化有了新的定義 就是在不傷害本國國家安全 不傷害本國科技經濟領先條件底下 允許本國企業在國外磨利 也允許外國產品及服務金融本國 這是他講的最新的全球化定義 你認同嗎 他的觀點 你認同嗎 在這一個我剛才就講一半 就是說在全球的供應鏈在改變重組的過程當中 我們現在全世界各國都會注意到去風險化的 其實美國當初一直以來都是力唱全球化的 包括WTO 對不對 也是力唱自由化的 貿易自由化 市場經濟的 沒錯吧 這是美國長期的立場 最近當然他有一些改變 我想張周某他也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很早就感受到 所以他講說全球化已死 全球化重新定義 好 你基本上應該不反對他講的吧 我覺得他有highlight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是什麼 就是在全球的經濟貿易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實際上要有一個往這個去風險化的角度 去風險化 的角度 的risking 對不對 這就是他講 他講說我們不是decarpling 我們是de-risking 好那我們再看看川普講什麼話 川普昨天說 他說 台灣人很聰明 他把我們工作機會都拿走了 我們應該要阻止他們 我們應該對他們磕稅 我們應該對台灣磕關稅 OK 那請問這是什麼 是de-risking嗎 這個是國家安全嗎 這個是國家利益嗎 這個是保護主義嗎 還是他某種程度上揭示了什麼 還是他選舉語言呢 我想因為在講半導體的部分大家都很清楚 部長你該上來說不上來 現在上來幹嘛 那個院長回答 我先回答一下啦 你的立場 我想很重要的 我們 你接不接受川普講的 當然不接受 當然不接受 你要不要反駁一下 那也是國會可以留下紀錄 你可以反駁 好我想很重要的台美之間的關係 是這一個雙贏複利的一個貿易關係 我問你接不接受 你剛剛說不接受 那你認為他哪裡講錯了 我覺得第一個 他所有的數字根據都錯 他說全世界九層的這個晶片都是台灣製造 實際上是高階晶片 主持人的補充是高階晶片九層 但是他講了一句啦 他說如果 如果意思就是說 誰掌握了這九層的話 他可能可以翻轉世界啦 對不對 他說可能啦 但這裡的重點就是說 第一個 他是一位前總統 川普是一位前總統 他搞不好是未來會再任總統 因為現在民調是五波 對不對 至少他是一個很重要的美國政治人物啦 他講話有他的代表性 他敢講 院長 基本上 你認為他是一個選舉語言嗎 還是他講出他的真心話 我覺得他需要對市政 事實要更多的了解 舉一個例子 但是從觀念上 台灣的 半導體是在台灣 高階都上 但是IC設計實際是在美國 所以他對 共和的IC產業 你不贊同 你不贊同 川普的言論 OK 我跟你一樣 但我也必須告訴你 其實你也在懷疑美國啦 對不對 這個也是以美啊 我 對不對 院長 你不要緊張啦 因為 因為基本上 你曾經過去在這邊 深對某一個立委說 你不要在那邊講以美論啦 大家不會相信 可是院長 我只是要輕鬆的告訴你啦 在美國這個民主社會啊 你看 他的在野黨 都是這樣質疑他的執政黨的啦 不管他是不是選舉語言 他代表了某種程度 他的觀念 他的想法 那想法是什麼 他的想法其實是回到張中華我所講的 全球化以死啊 我國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我自己國內的就業是最重要的 我的保護主義是重要的 So Are you ready? 對不對 台灣你ready了嗎 當萬一 我們不要說川普會不會當選 但是這樣的聲音 代表在美國是有市場的 在美國是有市場的 所以他講出來了 因為就算要選舉 他要票嘛 他不可能講出一個對他沒有票的話 所以他敢講 OK 所以台灣 你要注意啊 不要只是用選舉語言來解釋他 因為他代表了國家利益 他代表了國家安全 他代表了美國的利益 他代表美國在全球化這件事情上面 是在改變的 這就是張中華所講的 所以我不會認為張中華以美 我會認為張中華知美 他了解美國 他知道美國 所以院長我這邊要跟你講 不要對任何 question美國的事情都講 用以美論這種方法來打人家 人家是知美 台灣人民是瞭解美國的 我們是知道 美國要什麼 美國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美國的國家利益是什麼 我們要知道啊 我們才要擬定我們的 所謂的經貿戰略啊 這是我今天要question你的地方 這就是我今天 我想要回答你的 就是在我們的 台美 因為啊 川普昨天 甚至 院長 我要再提醒你一件事情 不要說經貿 不要說經貿 連川普現在連保台這件事情 承諾他都不敢公開講 當然這個回到美國傳統的 所謂的戰略模糊啦 但不管怎麼樣 這就告訴人家 都是從國家利益在看事情 對不對 我們也是從 我可以講話了嗎 好可以 謝謝你 因為 我要跟委員報告的就是說 這一次的台美貿易倡議呢 實際上 就是為了雙方國家的利益 雙方企業的利益 才來談判 而且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很開誠不公的 而且呢 很誠懇的去談了 這五個重要的這個議題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 雙方都是站在要雙贏負利的角度 院長 我基本上 我覺得 談判這件事 你不要說什麼誠不誠懇啦 談判有時候是耳魚我炸啦 你還真的誠懇 雙邊的談判啦 金貿談判你沒有參加過 這一個金貿談判 我們的團隊 所有的談判 基本上 院長 談判耳魚我炸 大家是朋友沒有關係 但是 國家利益歸國家利益 川普他是一個生意人 他也很清楚 利益在哪裡 然後他擔任總統 他也知道說 他的國家利益在哪裡 所以院長 我要告訴你的是說 基本上 我們今天 面對的是一個 貿易主義可能高漲的事件 保護主義啦 自由主義 可能不是我們所想像的 從過去的W時代那樣子 所以今天我們要 要談你這個 21世紀倡議的時候 我要問院長的是說 請問一下 這一次美國 談判這件事情 他有沒有貿易收權 國會有沒有貿易收權 有沒有TPA 你知道TPA是什麼嗎 沒有 沒有 你知不知道TPA是什麼 貿易收權法 你知不知道 要美國談市場准入的談判 要國會收權 你知道嗎 因為沒有市場准入 知道嗎 我知道部長一直在提醒你啦 對啦 你不知道沒有關係 但是我跟你講 沒有 因為這一個看市場的開放是沒有關係 現在到現在為止 所以這個打回到你剛剛講的 你們自己的報告裡面說 這樣子的倡議簽完了之後 有助於CPTPP 有助於這個雙邊的FTA 我不反對你這樣說 但是不用exaggerate 不用誇大 也不用吹捧 基本上 他就是一個 沒有市場准入的貿易協定 我剛從美國國會拜訪回來 美國國會議員非常Candy 你講的非常坦率跟我們講 是啊 本來就是這樣 他說什麼你知道嗎 美國國會啊 美國國會 眾議院在六月通過一個必有一個法案 因為他沒有貿易授權 所以他不用經過原本人家簽市場准入的這種 要國會批准 所以他只好另外成立一個必有要求大家來通過 為什麼 他不能放棄他的國會監督審查權 所以美國眾議院在六月份的時候提了一個實施法案 就是針對這一個所簽的協議的實施法案 法案規定什麼呢 他說 在一個協議生效前 美國總統須向國會提出報告喔 並於三十天內提出認證 證明什麼 證明台灣已經有採取任何旅行協定所需要的措施 美國國會的法案也要求行政部門 未來跟台灣達成任何協定需要符合公開透明原則 並徵詢國會的意見 請問 你知道嗎 我拜訪的過程裡面他們跟我們講 基本上啦 這個協議對他們來講喔 國會要審最重要的 一方面表達對台灣的支持 二方面是什麼你知道嗎 二方面就是提醒行政部門不要意圖跳過國會 不要意圖跳過國會 所以當我們雙方的台美雙方行政部門在簽這個協議 認為說反正是行政協定來 不是要法律修正來 國會沒有關係啦 我跟你講美國國會就是這麼贏 所以 看看美國 看到美國之後 我們的執政黨只好說 好吧 立法院要審就讓你們審吧 不是要 OK 一開始 院長你這個否認沒效 因為我在委員會 我問過你們的官員 行政官員都跟我們回答 這個不是啦 這個不用審啦 這個是行政命令啦 行政條約啊 直接送來 查照就好了 我們現在改了咧 因為美國做了 我們尊重這個 因為美國做了 所以 院長我要告訴你 這就好像 我們是 我們是獨立的國家 我們有自己的主權 我的國會也一樣 我一開始我就主張這個東西是要審的 依照條約地解法 他就應該要審 沒想到 最後你們是看到美國 所以這也讓我 讓我非常擔心 你們根本不知美 你們只是親美 依美 依賴美國 最後 不是人家在做保護主義 你要做覆水主義啊 這不對啊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立場在哪裡喔 所以院長 從你們過去來的態度 我一直覺得說 加上我實際在 國會的這樣的了解 我真的覺得 我們的政府不要再做大內宣 這件事情 人家要凸顯就是說 台美關係的友好 簽這個事情 最重要是台美關係的友好 再來 不可能簽市場準入 因為美國國會沒有授權 所以也不要 不要讓人民搞不清楚 也不要讓人民搞不清楚 再來 我想在這整個的 協商的過程 簽約的過程當中 我剛才在我的 專案報告裡面 已經說得很清楚 我們都是公開透明 而且在事前 也就公佈了完整 有沒有公開透明 有沒有進行這國內的爭取 或請問開了幾場公聽會 我們開我剛才的專案報告裡面 已經說了 我們不只 你們你們簽了五大項 你知道你們網站公佈的 只有關於四項的縮貼 一項是中小企業的縮貼 一項是反貪腐的縮貼 一項是便捷化 貿易便捷化的縮貼 一項是良好法治的縮貼 針對服務業國內規章 沒有縮貼 沒有縮貼 現在已經你來立法院報告了 你們網站沒有縮貼 沒有 而且七月十二號才上 我們決定了你們要來做 臨時會的報告 你們才開始做這一些說明 我是國防委員會 外交委員會的招委 如果不是我們安排你們來報告 你們根本不主動來報告 這叫什麼公開透明 這叫什麼公開透明 我們都有跟相關的 所以院長你不要被下面的人給蒙蔽了 院長你是好人我知道 但是呢 你下面做事的人 對國會實際上是這裡 這裡遮那裡眼 不想讓我們知道很多事情 我們這五項都有 因為我時間剩下一分鐘 院長我最後一件事 重量的事情要問你 請問 請問一下CPTPP工作小組 台灣工作小組何時成立 CPTPP台灣工作小組何時成立 確實在剛完畢的這個會議 沒有去討論這個 沒有討論 那最有可能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院長 我們每年 外委會你們送來的預算 外交部每年 編一千五百萬CPTPP的公關拉幣費用 我們都給你的 連續五年七千五百萬都給你的 希望遊說我們的會 那個CPTPP的會員國 擱置政治問題 正是我們的高標準實力 現在咧 請問七千五百萬花去哪裡了 我沒有看到成果 結果你們次長還是告訴我們 會卡在政治問題 會卡在政治問題 相關的跟會員的縮貼是非常重要 那問題沒有任何進展啦 結果你現在答案花了七千五百萬跟我講說 還是政治問題 那白花啦 白花啦 白花啦 這個不能講白花 死掉 我不是講道理 啊 好嗎 呀 真的 謝謝 谢谢大家